但很有可能是因为医生用多了这些药 而减低了死亡率 问题就是如果我一开始用了这些酵犬消炎药 我是不是成绩都要用呢 这个测试就是要看看 有些病是没有用这些酵犬消炎药的 有些是用消炎药的 那你见到在这四年里面 肺功能是用了这些酵犬药的病人 就比这些没有用的病人好多了 用了很多好很多的 用完四年之后 用完两年之后就停了这些药 一半病人就停了 不再用这些药了 一半病人就继续用了 那发觉在一年内 这些停了用药的病人 肺功能已经去到那些没有用过药的病人了 换句话说 很不幸这些药虽然用的时候很好 但是如果停 病人最终都是去到以前这样的状态的 那变成如果用就要一路继续用它了 那现在我们就讲一讲 怎样去断证这些酵犬或者过敏症的 首先第一件事我刚才跟你说过 就是这个皮肤测试是很有效的 可以找到你对什么过敏 但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究竟用什么的药虽来做呢 要知道这件事就要很熟悉病人的环境 看看他的工作环境 家里的环境是哪样 你才可以想到究竟用什么去测试 因为如果你用一些他家里没有的东西来测试 那又浪费时间 或者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而你没有用来做测试的 那也不会说那么准确了 第二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一定要你做到的结果 是跟你那个病历是有关系的 那就是比如说如果我拿一些东西来做 做了测试之后发觉是阳性反应的 但是根本那样东西都不是引起你病的 不是引起你哭喘的 可能你对那东西是敏感的 但是根本你家里很少这东西在的 很少接触的 那根本做了出来都没有结果了 所以都要知道你究竟日常接触到是什么 那有时候如果不是太清楚的 就可能要做一些激发性的测试了 就是用了一样东西来看看 究竟你对那样东西的烤喘 或者鼻敏感受反应是有有多大 那还有呢 都可能要去一些工作或者家居生活的环境 拿一些样本回来看看 究竟你那个家里有这些东西的致敏原存在 那皮肤测试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拿一些致敏原的液滴在皮那里 通常就是在手臂或者背部 然后轻轻地刺穿表皮 让它滲入下面 等15分钟就可以看到有没有反应 那我们通常就是会做些什么 有些什么情况会做这样东西呢 那么昆虫过敏 蜜蜂啊 黄蜂啊 那类过敏症啊 呼吸的过敏症啊 食物过敏啊 皮肤的湿疹啊 药物过敏啊 或者是过敏性邮黑啊 那类的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样东西来测读的 好了 最重要的一个致敏原在香港来说就是沉满 那这一只呢就是屋沉满了 那屋沉满其实是很小的 是小过 是大约0.4mm而已 那是微生我们就这样肉眼看不到它的 那也是最常见引起呼吸和皮肤敏感的一个致敏原来的 那它住在哪里呢 它就喜欢住在地毯里面 喜欢爬到你那个床褥里面 枕头里面 那你根本是没可能可以拿走它 你怎样去吸啊怎样成呢 它都不会拿走它 那它呢 都是吃你的皮 剝下你的皮来维生的 那如果你家里越多人 或者你越多皮剝出来 例如你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皮肤敏感的人 常常有皮肤剝落的 那这样给它吃的 那它就滋生得多了 而它的糞便呢 就是令到人敏感的了 那这些糞便呢 干了之后 变成了你家里的沉的一部分 那你一吸入了这些沉 就会引起问题了 那那个空气的湿度 和那个气温呢 是很紧要的 就是越暖越湿的空气呢 就会令到它繁殖得越快了 那究竟沉满是一个 多重要的致敏源呢 那你看看这个研究呢 这个研究呢 就是看一下那个人 一些病人 或者一些其实不是病人 是一些大众 对那个沉满 那个敏感程度呢 你看他的皮肤测试的那个size呢 和看一下他那些烤喘的病症 那你发觉呢 对沉满越敏感的人呢 那个烤喘的病症就越高的 你见到 所以呢 其实沉满的过敏和烤喘 是一个很大 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来的 那你究竟怎样可以避免沉满呢 那家里呢 最好就不要有地毯 如果是有梳化椅那些 最好就用皮啊 或者另面的 就不要用布料啊 那床那些当然 除非你是可以睡木板床的 如果不是你一定会有 床褥啊 枕头啊 那这样的 那你就要用一些防沉满的套 来套着它 那这套呢 是積得很密的 那变成了套着它呢 那些沉满就走不了出来 那些睡片都走不了出来 那至于那些 那些 那些 皮铺啊 床帕啊 床帕啊 床单啊 那这样呢 就要每个礼拜都用热水洗 那吸塵就没什么大作用的 其实 甚至乎那些空气清新机 都没什么大作用的 因为这些沉满呢 其实就躲在一些 傢尸 那些床里面 你根本没办法可以 从空气那里清掉它出来的 那那些所谓 杀到沉满的 杀虫水呢 也都不是一些那么有效的 那这些就是一些 可以防沉满的纤维了 那你见到这些纤维呢 是积得很密的 比起普通的床单 那这些沉满根本没办法在那里走出来 那那究竟用这些有多大作用呢 那这个是一个测试 看看 婴儿子未出生之前 已经做了这些防沉满的功夫了 那发觉你一做了防沉满功夫呢 那家里的沉 这个家里沉的沉满的致敏原有多少呢 那那 立刻由很高的400 一路跌下去 根本没办法可以测读到 那但是地毯呢 你用了杀虫水呢 根本那个分别不是很大的 那所以呢 其实床那里是最重要的 那而看回 究竟用了这些东西了 可不可以防止 预防到过敏呢 那这样 那可以看一下 这些婴儿子 一岁以下的婴儿子 这些婴儿子 很大机会会有敏感的 因为父母也有过敏 还有呢 有些是有湿疹的 那但是我们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那些婴儿子 是完全未对沉满有过敏的 那一半的婴儿子 家里呢 就做了防沉的做法 一半呢 就是用一些假的防沉套 那你会发觉一年之后呢 如果你看 group A 就是没有做到防沉 group B做了防沉的 那在group A 三十个婴儿子里面 有十八个 一年后 已经变成了沉满过敏了 但是group B 二十七个婴儿子里面 只有八个 变成了沉满过敏 那就是换句话说 做一些这么简单的事情 已经可以将沉满敏感的机会 减低了一半有多的 好了 那最后就讲讲这个 所谓免疫治疗 或者脱敏治疗 那因为 当然我们可以做到防止 接触到致敏源 也有一些药可以用 很多病人做了这两样东西之后 仍然是 医不好他的过敏症的 还有呢 你如果做了沉满那些东西 在家里很舒服 但是如果你去到 酒店那里 没有做到这些东西 又会不舒服 那些病人 所以呢 也需要有一些办法 可以医到这些病人 这个免疫治疗 例如传统来说 就是打针的 那就是打皮下针 那用法就是 初开始的时候 就用很少很少分量 慢慢慢慢一路这样增加 增加到某一个分量 是可以医到这个问题的 那长期去打这些针呢 大约打三至五年之后呢 病人对这种东西 就已经不再敏感了 那就可以平平了之后呢 就长期都不会再对这种东西敏感了 那在这个昆虫过敏 就是蜜蜂啊 青蜂过敏那类的东西呢 是大过98%是有效的 就是换句话说 打了这些针之后呢 那些病人再被蜜蜂或者青蜂针到 都不会再有反应的了 那在这个鼻敏感和眼的敏感呢 也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通常呢 就是对这些 沉满过敏或者花粉症 动物过敏那些病人呢 是可以用这一样东西的 而对哮喘来说呢 也是有些帮助 但是因为哮喘这个问题 就不只是敏感那么简单的 所以呢 就不可以好像其他两样东西 可以完全医好了 哮喘来说呢 通常呢 可以帮助到病人 不需要用那么多药物啊 也会减少些哮喘 但是就没办法可以 是完全医好哮喘的 那究竟这一样东西 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呢 就除了打针的时候 可能会有少少反应之外呢 是没有其他副作用的 因为它不是药物来的 那还有呢 是真的可以完全 是减少或者完全医好过敏症 而其他药物呢 就做不到这样东西了 那还有呢 就算你打完之后 停了三年不再做了 都继续会有好处的 那最近也有些数据呢 显示呢 这些病人如果对沉满过敏 但小孩打了这些免疫治疗之后呢 就将来对其他东西引起敏感的机会呢 是减少了的 而在小朋友有被敏感 但还没有哮喘的小朋友呢 做了这些免疫治疗呢 是可以减低将来有哮喘的机会的 最后呢 就有些比较新的免疫治疗方法 因为打针呢 很多小孩都不喜欢打针 大人都不喜欢打针 而且呢 初初打针呢 要一个礼拜去医生那里一次 很麻烦 所以这些药厂就研究一些新的方法 就是呢 用一些涉下的免疫治疗 就是在那里下低的 等它慢慢吸收 那呢 因为当然没有打针那么直接呢 所以就要用高很多的分量 所以会比打针贵的 其实 但是呢 好处呢 就是不需要去医生那里了 可以自己在家做 那还有呢 那个引起有反应的机会是很低的 是很安全的 那 譬如好像这一 这个是沉满过敏的 那做法呢 因为它是很简单的 最初第一个月呢 就逐渐逐渐慢慢地增加 那一路去到最中浓度之后呢 就可以一路继续 一星期三次地做 那 那连续做三年就可以停了 谢谢各位 那如果有些什么问题的 可以 多解答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